Hello 拔沙的讀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Louise 黄丹宁 两个人都很喜欢 所以我选择两个 因为我都想向不同的方向 都继续发展 可以做多些不同的面貌 不同的工作种类去呈现给大家 时装我自己很喜欢 fashion 所以我都这么坚持 是做时装模特儿做了这么多年 所以我自己都希望能够 继续被时装、漂亮的衣服包围 这样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两个都很重要 两个对我来说 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尽量工作的时间 我都会其他剩下的时间 都会尽量去陪女女和家人 我觉得在工作和生活上 和家人都要有一个平衡 所以除了我会很努力地工作之外 我都一定会抽些时间陪家人 现在这一刻应该是黄丹宁 因为电影的宣传已经完了 所以我都今年2022 都要开始move on了 去做更多希望能够做到好的project 和一些不同的角色 希望下一部电影能够给大家 全新的感觉 感性 我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情绪先去 例如我看一部电影 我都会很容易看到又哭又笑 又或者很代入了在角色里面 去想下一部又会怎样做呢 或者我会想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感性的人 有时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事情 因为我其实妈咪都是一个很有型的人 打扮都是比较黑白灰 皮衣 戴黑超 所以其实都有被她感染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自己比较喜欢一些 中性、型格的东西 以前小时候是即兴 现在成熟了、大过了 反而真的会 计划多一点 因为始终不仅是自己 都要为很多身边的人 或者自己家人 重要的人 要去想多一步 或者要想多一点 去筹备多一点 之后的步骤 都可以令到她们会安心一点 今次Basac的拍摄 因为新一年 年头已经可以跟Basac的团队 又可以再一起工作 又可以拍漂亮的照片 所以我都非常期待 大家会喜欢这一辑照片 2022 因为当然大家都要继续展望将来 而且新的一年 我绝对相信 大家都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可以继续去 我自己 一定会去做多些不同的尝试 会继续去学多些新的东西 去增值自己 所以新的一年 大家都要一起继续加油努力 到 好